各位进到简报27页 因为我们今天用任务的方式 我们今天总共5个任务 希望说用这样的方式 来让大家学习Notion 只是前面没办法 有一些Notion该让各位知道的 还是要让大家清楚一下 那你要用AI之前 我相信有些同学已经用过TradeGPT了 但是TradeGPT你需要注册 要有手机 而且流量的限制会比较明显 那我们呢 在教学上或者你就是个人测试上的话 我会蛮鼓励大家 你可以用看看Trade Everywhere 所以如果你有5月份的时候 参加过我的AI课程或网络上 你可能也会看到有人来介绍这个Trade Everywhere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有中文 而且是繁体中文好吧 所以说 这个应该可以减少大家一点点 刚刚看到Notion都是英文的这种 不适应感 那再来就是它的界面 其实跟我们的TradeGPT 基本上是一样的 而且它不需要注册就可以使用 当然如果你要用它语音输入的功能 那就需要注册账号 但是那还是免费的 当然它也有付费的 有付费的话你的这些对话记录 就可以帮你同步到不同的装置上 那 没有 付费的 免费账号或者是不注册的 这个资料就留在你现在这个电脑上而已 所以不会跑到别的地方 那它很好的方式就是 即使你不是付费的方案 你还是可以把你的 这些对话记录 做什么 做分享 做汇入汇出 甚至它有提供 你可以直接连上网路查询的功能 这个就是TradeGPT付费的功能 这样了解了吗 所以 你可以从这边先把这个网址打开 好打开之后你可以看到其实我左手边 已经有蛮多的 这些都是我的对话 好那中间 开中名义它也告诉你 其实呢 你看 它 有跟你讲它Pro的 这个费用 还有它也可以 搭配MeJerry的方式去生成 对不对而且有比较大的这个 就是那个记忆体的容量你可以用 这是付费的 但是免费的我们用应该就还蛮OK的 那你看下面这边 就是 它有先帮你 建立一些预设的角色 所以如果你想要用 这个 那我们就可以说假设你是会计师 或者是你要当 让他帮你指导作文 还是你要当网红 你直接点 那么 AI就会当这个角色 来提供你一些 就是 比较专业的 用 使用法 这样子 因为如果 我们在用AI的时候 你没有特别 指定他的角色 那他可能就是 用 比较 一般非专业性的词语 去回答你的问题 所以 学会 让他扮演角色 是我们用AI 一个很重要的 那你看下面这个地方 下面这里 有没有发现 这里有个 麦克风 你可以指定你麦克风的什么 就是那个 语言 好所以如果你想要按下去 用这个功能 你就要先注册 还有登录 当然如果你跟我一样升级到Windows 11 没有用这个也是可以 那再来就是你看右手边 这个呢是他回答你的 这个语系 所以你要他对话的时候 要用什么语系回答你 你可以直接指定翻译中文 但是还是不可否认的 如果 他回答的过程里面 你可能问他是英文 有可能他就是用英文回答你 或者是他回答你的中文里面 你可能会看到一些简体的内容 这都有可能 那再来我们看 你看他有风格 有没有 这里的风格呢 就是 预设是平衡的 如果你曾经用过 并 就是微软的 好 那他也有这个设定 Trip GT本身其实也有 只是 在他的界面里面 他并没有特别把 这个部分标示出来 那我们在 Trip Everywhere 里面有 平衡就是 比较不要 风风颠颠的 但是又不会太严谨 哈哈 那如果你希望他 回答的比较精准 不要乱讲话 你就可以用这个 如果你 希望他比较天马行空的 帮你 找一些想法 你就可以用创意的 在这边你就可以自己选择 那我们就先用预设的 然后你看这里还有对话模式 有没有 预设的 模式呢就是你知道我们 Trip GT他的模型到哪里 是不是2021年的9月份 好所以比较新的资料 你问他他可能就查不到 比如说你要问他今天天气如何 他就会怎么样 告诉你 我不是那个 来我们试一下好的 请问今天天气如何 好你看我们就直接问他 所以如果你有windows11 你的语音输入法 就是windows那个logo 加上H 就可以叫出来了 那就送出了 他就告诉你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打开 那个 联网模式 他就会帮你 去做查询 今天 台湾 天气如何 好你看 这个呢他就会把你的 输入的内容 翻成 英文 有没有 然后去用Google搜寻 接着他去找这个资料 再把它 做回复给你 所以这个也有点 你就可以透过像这样的方式 其实还蛮轻松的 我可以查网路上的资料 哎呦他查不到 但是他有提供你中央气降局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他还有 这个注解说你可以去查查看 好那如果你觉得不满意你可以再请他重新查一次试看看 这样了解 好所以这个部分呢 是让大家先了解一下 我们在chip GTT 虽然不是用他 直接的 官方 但是你用chip 也是一样的功能 因为他还是连到那边 好那 再来就是 如果呢 你要用AI 记得 你可以用 这个对话 也就是说呢 你把 每一个对话 当作是一个 假设我这个对话就专门用来问天气 然后这个对话 就专门用来让他扮演 比如说 我要制作简报 那我就让他做 这个简报的一个 制作的 这个环境 你就 设定一个所谓的对话 以后呢 你有需要我要深层图片 假设我深层图片就专门用这个 我就来这边跟他继续对话 因为呢 这样子你的对话记录 他会知道 他会知道 你就不用老是重复的 跟他讲一些相同的 比如说你要产生图片 什么样的类型 什么样的那个 你就看一下之前的对话 然后你帮我产生出来 他可以像这样 当然他也会忘记 因为你资料太多 他也会忘记 所以如果说你觉得 我这个对话我OK的 我要产生一个新的 你就从左上角这边 然后把它生成就可以了 这样了解 未来的话呢 如果你的对话 你想要做汇入汇出或分享 你就可以从左手边这里 这里有一个 应该是设定 但是要登录 登录你才可以做 这个对话汇入汇出 但是如果你只是单纯要分享 比如说我想要让各位知道 你看这里我有 元宵节的 对不对 那我要让你 清楚看到我当初 跟他对话的这个过程 这个记录 因为各位知道 你每次跟AI对话 请问会不会产生一样的内容 不会对不对 好 因为他是依照 几率生成的 所以 你每次我给你 一样的主题 可是他 得到的结果不一样 那怎么办 所以如果你想要跟别人共 共同继续用下去 你就可以找到上面这里 这里有一个分享 这个没有登录账号就可以用 你看点下去 他就问你说 那你的这个对话 会保留到他们上面去 是 有没有 连结就产生好了 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方式 跟别人共享 那我可以很确定 你会看到我当初 跟他对话的完整的内容 不会是不一样 这个是我们 chip everywhere很方便的地方 当然我们现在那个chipGD 后来也增加了这个功能 那右手边这一块呢 这里 就是如果你有比较常用的提示词 比如说我要生成图片 我常用哪一个 那我 需要的这个工作 产生简报 我常常需要用到哪些 语句 你也可以把它建立起来 那这里呢 就会变成你 可以 常用的这个 我们讲的就是 好像剪贴不一样 你就不用每次重打 我就直接 让他带进来就好 所以右手边你要用也可以 不用也没关系 那我们简单 跟大家 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 chip everywhere 怎么样去使用之后 你就可以从这边 建一个新的对话 那待会呢 我们就要准备咨询任务一 好